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水帘料理呢 来到第二道 因为我在站所有社员问我 老师除了你做的第一道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水帘料理 所以我就开始想咯 这边看到我用牛番茄 茶月豆干 黄豆芽 然后它的主角是白虾仁 然后这边看到调味料是甜辣酱 因为我在想大家端午节都会买甜辣酱沾粽子 所以都还有剩 那么我们就把它放到料理里 刚好水帘也很适合酸酸辣辣的 所以这边看到我把切块的茶月豆干 然后跟牛番茄放下来 注意到我没有先去翻面 为什么 因为豆干这一面还没有坚强 你就下去拉它就脱皮了 你看我再放上黄豆芽 就放芽菜 你也可以放绿豆芽 因为我就是运用现在 我们合作社架上有的食材去做 把虾仁再丢进来 其实这样一盘它就有很丰富的营养 然后稍微拌炒一下 像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有点干 我就会倒一点水 所以你在做料理的时候 水是蛮好应用的 因为可以用水的热气跟蒸气 去让食材煮熟 然后这边看到我倒了一汤匙的甜辣酱 我觉得我拿错汤匙 我应该拿铁汤匙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下去拌 所以道具的使用很重要 会不会去浪费你的时间跟增加你的工序 所以这边我应该要用铁汤匙 看我一直拿在手上 水帘它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我们查得到的就是它有甲钙煤铁的营养素 而且它热量很低 所以我们现在人经常吃外面的食物 很容易水肿 水帘它可以帮助维持我们人体中的 钠钙离子平衡加速代谢 它就是很好的一个食材的配料 你要炒什么东西呢 你最后水帘最后再下 这样就可以了 记得水帘不要煮超过一分钟 然后水帘洗好啊 你就是切断然后泡水让它吸饱水分 这样你在炒的时候才可以保持水帘的清香甜脆 好了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